外交部怎么会拒绝国际的救援物资呢 次长夏立言说当初得到的讯息是不需要国际物资 才会在外馆的公文当中特别的注明 但是没有说要拒绝捐款 那么夏立言宣称说当初是忘了加上暂时两个字 那么公文的疏失他会负起全部的责任 马政府拒绝国际援助居然是外交部做主发函 待机大条次长夏立言意间扛起 这个电报我们也的确是发出来过 这个电报主要的目的是要告诉外馆 当时最急迫的就是很多捐款要捐到什么账户去 可是我们这个电报如果说有所瑕疵的话 是我们忘了写一个说是暂时现阶段没有这个需要 所以对于这个疏忽文字上疏忽了 造成的外界观感不对了 我们表示歉意 只拒绝物资可没说不要钱 外交部的公文疏忽少了几个字 却让台湾少了好多国际的救援人力物资 事前这个不但总统府不知情 那行政院院长方面也不知情 所以这件事情应该是会有疏失的成分在里面 我们并没有向服务院承报 这个电报事外人物发出去 当然由我本人负全部的这个责任 我也会在我们会在今天写个报告 向院长这个提出来 如果有疏忽我们接受这个上级展观的任何处分 玩具外援的政治风暴 府院高层已不知情全身而退 由夏立言当防火墙 但如果主导外交两岸政策的马总统 居然是72小时之后才知道实情 这样的政府运作是不是出了大问题 中文新闻 郑淑敏 综合报道